在国外,中国领事馆不是代表中国吗,他们是保护中国通报的,但是他们说话太冷了,然后我问他说,国外明天就火化没有,那个材料火化不了,他说,那我不管。 你来之前我不知道他把我当跑灰啊,我到罗斯托夫那个训练营开始,其实是中国人,其实我为什么要给你卖命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今天啊,又传出中共大使馆无视海外中国人民的问题,前几天一名在韩国的中国籍女子,因为父亲在韩国网生了, 需要一些证明资料才能在韩国火化,那韩方指出需要去找中国大使馆申请一些资料来源,而中共大使馆的电话,大家也知道,打进去是需要靠运气的,打进去的话可以买乐透啦,而且很多地方是需要电话申请,他确定了,或是信件预约成功,他回复你之后呢,你才能去现场排队,是有这个时段性的,除非你是这个外国公民,是要去办理中国签证的, 那中方人员就会热情的接待你,因为毕竟要维护好中国对外国人的形象,是吧?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之后,却被中共大使馆推托并且痛骂,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暖心的影片吧! 特别是釜山的中国临时馆,他是常年打不通电话的,然后临时馆的话,就我们家还很远,然后我想打电话问一下,然后好不容易打通,然后那个那边就说,你打一下这个电话,你跟他要是有急事,你就联系那个人,然后我们就跟那个人联系,然后那个人又让我打这个人联系,要退来退去的。 这边的那个医院那个人说,必须要有那个材料才可以给我爸爸活化,然后我真的很无助,要是没有那个的话,根本就给我爸爸活化不了,需要有那个材料才可以,然后我给我联系,好不容易打通电话,然后那个理事馆那边的人说,你来也没用,你来的话,你不一定给你办,就是很不在乎的那种那种,我最想说的就是,在国外,中国领事馆不是代表中国吗?他们是保护中国通报的,但是他们说话太冷了, 然后我跟他说,我把明天就活化,没有那个材料活化不了,他说,那我不管,不知道干什么吃的,在这里不知道做什么,特别让我含心,等等,在国外的话,唯一的依靠就是中国领事馆,他们说话非常老,在国外的同胞应该相信谁,能依靠谁啊?光我们今年就分享过,包含中共驻蒙古大使馆,驻日大使馆,驻俄大使馆的无所作为,甚至我去年也分享过一些驻非洲的中共领事馆,也无所作为, 甚至去呛中国公民,还有些大使馆是逼迫中国人民,赶快回国,你不要在当地给我维权,你在当地遇到的破坏那是你自己运气不好,不要给国家添乱,回来,不要让我们这个使馆人员增加困难,不要增加我们的工作量,回来,我想收上我的领钱,坐在那边,没事干,现如今呢,又多了一个驻韩大使馆的无所作为,我是蛮纳闷的,为什么有些人还是不清楚,中共大使馆的服务对象是,党,是海外欧美人士, 而他们的重点除了正常的外交事务,平常的政务之外,那第二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命令那一些乔装城海外同乡会的,去协调那些组织,去组建那些组织,去做一些爱党爱国的宣传,去对当地国家或是一些组织智库去进行渗透情报工作,或是监控当地反共的中国籍人士,对他们进行劝返,绑架,回中国,甚至找出他们在中国的亲友进行胁迫, 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针对当地的中国留学生群,当然是针对大群啦,禁止他们在特定节日,比如说六四啊,或是这个一些什么所谓的对共产党有伤害的节日啊,就不准他们出席,但是啊,如果对共产党有帮助了,像是习近平出访到他国,十一国庆,还有中共的党庆,还有之类什么春节中秋啊,他们就可以发走路公说,哎我们来拍个片,我们来这个,做一个什么中华儿女在海外的一个影片,一个宣传, 大家一起来欢迎习总书记,我们发个便当,发个几百块钱人民币,然后发的钱还会被下面那些侨胞的同乡会先贪污掉,你有机会才可以拿到,那当然很多人会说,啊我是这个小粉红海外留学生啊,我也有参加过,我没有拿到钱,哎对,其实是有钱的,为什么你拿不到?那些钱进同乡会的口袋啊,这是本来就有活动经费的,是吧? 所以这就是中共大使馆的目的啊,根本就不是服务什么没有特权的那些中国居民啊,而不少中共特权的小赵家人子女啊,会进入各国的中共大使馆或是领事馆,去工作或是服务,但实际上工作就是一个幌子,这些是在海外的爽缺啊,天天酒驰肉铃,正常的可能一天要处理五到十个案子,对吧? 你一天可能处理一个,剩下就把电话摆在那边摆烂,然后在那边聊天,然后把剩下那些事物去交给真正少部分有考进去的那些中国底层百姓 当然不是说任何的国家企业,任何的这个国家事业单位,政府单位,全部都是赵家人才能去这个考入的 当然还是会把一些名额是给这个正常这种基层底层的中国人民啊,就让他们去负责,你就负责酒驰肉铃,你就负责懒 赶功劳就对,下面的人拼得要死要活,你就在上面九十肉铃,可能天天还不上班,一个礼拜上班一天 然后呢,大使馆有什么,丰功伟业的政绩就哎,就是这个赵家人啊,领导有方,然后下面的人都无所作为,就是这样子去宣传的啊 不然这样啊,我建议你去台湾的办事处申请啊,根据国民党的神主牌中华民国宪法定义,大陆人民与大陆地区是中华民国国民,你可以去找看看啦 那我们看这张图啊,有小粉红在网路上洗地说,日本的大阪领事馆是有免费提供食物的 倒是日本派出所的警察跟SB一样啊,借个电话打去领事馆都不愿意,派出所的电话也只能接听,不能往外打 你这搞笑吗,我2022年钱包就是在中国领事馆附近丢的哈 然后我去附近的大阪警局报案,他们就是用他们的电话给我打去台湾办事处的 而且他们的态度非常良好,不会因为我们双方语言不同要互相翻译弄了两个多小时而不耐烦 不得不说,这些点确实还比我遇到的台湾部分的警察态度来得好得多 我还可以看到有些网友呛真名粉红说,大阪领事馆免费提供食物,问号,你是体制内出差的造家人,棒 然后那个提供食物是什么,可能是餐会啦 最近又有两个新的中国网红啊,出来呛俄军的差别待遇,请示中国人 当然小粉红最近还是认为那些使人是我的演员,后制配音的 你要他去真的参军体验,他又不要,然后又爱俄国 让他去体验这些中国网红是不是造假,他又不愿意去实践 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第一段画面 真实的信息能不能让国内的这个鹅粉冷静点 他们不相信呢,为什么去人家当炮灰 你来之前我不知道他帮我当炮灰啊,对不对 对,你不尊重我呢,我为什么要给你卖命,对不对 从我到罗斯托夫那个训练营开始,就有严重的种族歧视 其实是黑人,其实是中国人 其实我为什么要给你卖命呢 我是带着善意去帮助这个国家的军队 你把我当成来这打黑工的呢 把他当成来讨饭的呢 那我为什么还要尊重你 我奔着你一个月这点钱来的嘛 基地里边,干点活可以干哪儿 就闲不下来,劈柴 那俄罗斯人就不用干活 就我们外国人,你就停不下来 闲着就给你找点事干 对,你说好歹我也是老兵了 我在俄罗斯军队我也服务了这么长时间的 你不干嘛,他就给你穿小鞋 他就不想让你活着离开这个地方 这人还分个三六九等的 确实不容易,能活每一天都是幸运的 所以到了这就很被动了 所以说我说劝很多人 不停地去劝 讲述这些比较真实,比较残酷的这个情况 很多人都不听 尚感着往这边来 很多人来了就没了 后悔了,他也来不及 我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 我也分享过另外一个参军的中国网 说你看俄罗斯人天天让我们劈彩 天天让我们走入去训练场 然后俄罗斯人天有专车接送 我们要每天来回走16公里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中国网红出来证实 怎么又是台湾口音又是台湾演员 我已经说过了,无关参不参军 俄国相比英法德美日韩来说 本来就是比较反中的 我说的反中是反对民间上的 而不是双方政府之间的厉害关系 你看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 哪一个国家没有唐人街 没有Chinatown的 甚至当地政府还会举办一个春节晚会 还会有大型的游行 五龙五十十一国庆欢庆 但俄国你有看过吗? 你有看过合法的中国春节的大规模游行吗? 中秋节大规模游行没有 但是美国常常见到 美国各城市都有大型的Chinatown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段影片 防弹衣30斤左右 头盔也六七斤 枪也有仅仅十斤重 还没带手雷 没有带多余的弹夹、子弹 光这些 好,别说跑了走都走不动 这才走了一公里左右 离目的地还有四公里 国内还有人想要来这 来这干嘛 来一个一个不智商 都一个个累得跟狗一样 水土不服,上土下泄 而且中国人讲究苦尽甘来 但是在这受一个月苦 甘不会来 但是说你命的会来 今天砍枪空比昨天要多走五、六公里 那场狗了 现在一拳一拐的 完全靠意志力再往前走 实在走不到了 脚磨破了 不敢碰 然后有水坑 这个很多小粉红都不敢置信 打仗就是这样啊 我们都当过兵的人也都行过军 真的是很热而且很累啊 以前那个还没有参军之前 都很喜欢碰枪 但真的要行军打战 真的要干嘛 真的枪都不想碰 能把枪放下就把枪放下 太重了 你说偶尔拿一下打个把OK 一直拿着 枪又不离手 很累的 估计小粉红也没这个体验啊 而且小粉红看到这个影片又要说 造谣是我或是其他人 后置配音的 对 这个做的好逼真啊 连这个走泥巴路啊 裤子间的摩擦 空气的风贴声啊 还有气音 连踏水的声音 都做得非常的饱满 都做得非常的真实 这种人啊 不去当好莱坞的配音师 都可惜了是吧 而且啊 你们连小羊哥那些什么东北渝姐 你们都会信的人 却跟我说这些斩钉结血的东西是造假 你慌不慌卡啊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乌克兰截户到俄军的通信情报 里面俄军正在痛骂朝鲜兵 他们把朝鲜兵当作是中共国人来看待 并且称他们为该S的中国人们 他们讲到很扯 是每30个朝鲜兵就配一名翻译 跟三名高阶军官 俄国军人非常的不满 OK 我们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虽然大家可能听不懂俄语 但是上面有一些英文翻译 如果稍微懂英文的人 应该可以拼凑得出来意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完整版 因为这里没有中文翻译 我就放个大概哈 事实上为什么30名士兵要配三名军官 就是怕这些北韩兵逃跑 或是不作战 确战 是去监督是当一个督战官的 更扯的是完整版的那个俄军里面 好像有听到啊 他们说这个北韩明天会派77名营长过来 还有包含副营长那些高阶军官 事实上中共国在俄国的意思就是契丹 那契丹以前是一个国家 这个契丹的国家也包含了统治部分的朝鲜族 而这个契丹的国家叫什么 叫辽国 与汉族为首的宋国是并列的 而中共国的正史是以宋国为正硕为正统 所以辽国是属于外国 是官外民族 不然你们也不会骂石敬堂是个汉奸 送土地给外国人的是吧 但更搞笑的是什么呢 中共也强调正硕的概念 而荆国在灭掉辽之后 以正硕自居 宋国也同意 你才是正硕 我是你小弟 我是你的藩属国 所以宋国在你们眼里 应该是一个宋独分子 或是宋特别行政区 岳飞是分裂国家政权 你们不该说荆国是坏人是坏蛋 金国是要完成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的正硕 所以你们应该要抨击岳飞 影片的最后还有一名脱逃北韩的军官拍片表达抗议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我认为了四国民团保证团队和 党联合部局所 搜集合局局局部署上 在公联合部署上 我认为了2004年6月间 北韩国民团各同志们和 各同志们一起去联合同志们 我认为了这些语言 我传递来的同志们 好我们看完这个影片 其实我可以发现了 北韩派兵也是逼不得已的 因为被俄罗斯胁迫要派兵 但是金正恩也不是笨蛋 他不会派出精锐 去帮这个俄罗斯 他都是派出那种落履落兵 去帮忙 我人致近了 我派人看还死了这么多 你以后俄罗斯欠我一个大人情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喜欢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巴尔小小见的 拜 拜